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路透社1月8號發布獨家消息說 他們在伊朗和敘利亞獲得的最新文件顯示 中國華為公司與兩家 其聲稱的獨立於華為之外的公司 不但密切相關 而且具有實際操控權 這兩家公司是在伊朗經營的設備銷售商Skycom 和在敘利亞經營的空殼公司Kennycola 報導說 美國司法部門指控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 隱瞞華為與伊朗公司的銀行業務往來 孟晚舟則以該公司不隸屬華為失口否認 但是最新的文件顯示 華為的高級管理人員已經被任命為 Skycom的伊朗經理 至少有3人在伊朗同時擁有華為 和Skycom銀行賬戶的簽署權 而一位中東的律師則透露 華為通過Kennycola在敘利亞開展業務 路透社說 這些最新的線索 為美方指控孟晚舟提供了更為有利的證據 中共日前提出要以一國兩制統一臺灣 並聲稱不放棄使用武力等 1月5號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馬其思 在官方推特上表示 美國拒絕接受以武力為威脅或使用武力的方式 強迫臺灣人民 任何對兩岸分歧的解決方案必須是和平的 並且要基於兩岸人民的意願 馬其思說 中共應該停止脅迫臺灣 並恢復與臺灣的民選政府的對話 他並轉推了華爾街日報有關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回應中共的報導 蔡英文回應中共的威脅說 絕大多數臺灣民眾反對一國兩制 這是臺灣共識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